不来聚焦了 真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是谁呢 就是管中敏 好 经纪人会主委呢 管中敏到底说了哪些经纪理路 我们带你来持续来追踪 好 其实这一回呢 他说过包括作业们 怎么会在乎这个 另外呢也说 你这什么问题 连我都要自杀了 还说呢 我气得想要中场 但不会真的去撞 还说过 如果要振兴机器跟人心 就把电视给关掉 不要再打开 甚至呢 他甚至直接呛媒体说 你们呢只想录两句来做新闻 不过今天呢 现在最新的现场了 其实呢 之前传出 管中敏已经提出了口头辞呈 不过他一直都没有亲自说明 目前他出席的记者会 会有惊人之语 立刻连线 陈以珊告诉大家 一声请说 好 主播 现在所在位置就是在金建会 之前闹出爷们风扑的金建会 主委管中敏 一连好几天都没有现身 而且传出眷情要口头请辞 但他今天确认来跟大家说 这是只需乌有的事情 马丁丁稍早的访问 主委 最近有一些传言说 您想要辞职 您要不要澄清一下这个传言 那可以啊 只需乌有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 不管在消费或在生产上 你任何的一些变化 当然都会影响到我们的GDP 只不过现在已经到年底最后一半 我相信它的影响 因为在我们整个GDP的总量上 目前人家看起来 应该影响应该是微谷其微的 可以听到管主委 他是说他这个人说话算话 绝对没有说要不想做这件事情 如果不想做 他一定会跟大家讲说 他要辞职或是怎么样的 因此这个问题都是子虚乌有 但他还提到说 最近日月光的事情 也引发非常严重的后续效应 但是这个部分 他觉得说GDP的部分 不会有影响 因为已经到年底了 影响是微乎其微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消息 将镜头还给棚内主播 好 谢谢以身连线 更多焦点 锁定中天新闻 马上回来